大家好,我是海娟 今天做一个好吃的煎饼 有蔬菜,有鸡蛋 营养又美味 早餐加上一杯热豆浆或者牛奶 营养早餐足够了 200克的面粉 我做了6张蔬菜煎饼 看一下 张张颜色,饱满 特别的好吃,还好看 锅中放水 水开后,下入一把洗好的菠菜 放入少许的盐 去除菠菜里的草酸 焯好的菠菜,过一下凉水 再把菠菜切成小段 切好的菠菜,放入料理机中 放入凉水 按裹书键打成菠菜汁 用滤网,过滤出500克的菠菜汁 菠菜汁中打入一颗鸡蛋 加少许的盐 搅拌均匀 分少量多次加入面粉 边倒边搅 搅拌至细腻无颗粒的西面糊状 准备半根胡萝卜,擦成细丝 少放一些盐 少放一些盐 把胡萝卜丝抓软 电饼铛预热刷油 加入一勺面糊 加入一勺面糊 晃动一下锅臂 让它均匀的平摊在锅臂上 饼的表面定型 然后打入一颗鸡蛋 把鸡蛋打散,平铺开 放入胡萝卜丝 放入胡萝卜丝 小葱花 胡萝卜丝也打散 看到鸡蛋凝固 表面给它拎少许的油 然后给它翻一个面 烙至30秒 然后再给它翻一个面 漂亮 看一下,这时候鸡蛋就完全定型了 就可以出锅了 出锅 再来一个 锅里放两勺的面糊 家里有这个工具的 可以借助这个更省事 把面糊摊平摊均匀 不断的专动它 看见面糊凝固 打入一颗鸡蛋 利用这个工具 把鸡蛋摊平摊均匀 撒上一些胡萝卜丝 小葱花 鸡蛋凝固后 表面拎少许的油 看饼的边缘处 微微翘起 我们给它翻一个面 烙至30秒 给它翻过来 看一下 鸡蛋已经特别好了 金灿灿的 这时候就可以出锅了 出锅 美味的鸡蛋煎饼就做好了 营养早餐煎饼 就全部出锅了 看一下 柔软又劲道 咸香又美味 也可以前一天晚上 把菠菜汁打好 放在冰箱里 第二天早起 10多分钟 就能完成营养又好吃的煎饼 我是海娟美食 谢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见